这是一架右侧机翼被整个撞掉的F15 不过这个不是哪个喝多了的开产车的给消掉的 而是在高速飞行中被另一架飞机硬生生撞掉的 前几期我们讲过俄军那架被导弹击中艰难返航的苏25 它至少还有一副相对完整的机体 而这架F15被撞成独臂后 硬是依靠残缺的半边机体飞了16公里成功着陆 在1983年的那个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勇敢的人总是与奇迹同在 造就这个奇迹的正是F15英式战斗机 它于1972年首飞今年刚好满五十之天命 在技术上它的确不如第五代战机那么先进 但依靠不断的升级改进 依然是地球上最优秀的空游战斗机之一 取得了超过100次空战胜利 大部分由以色列飞行员创造 2018年终于在沙特王爷飞行员的驾驶下 被野门呼赛武装干下来一架 搞得没有保住晚节 有意思的是F15的优秀性能 可能是被一个吹出来的对手给忽悠出来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苏联风头正胜 不只是在太空竞赛中力压美帝一头 还拥有让美国人睡不着觉的米格25战斗机 1971年3月 以色列的雷达监测到一架苏联飞机 以惊人的3.2马赫高速飞过 飞行高度不但超过了F4 甚至比苏联的米格23都要高 几个月后 以色列的F4发射空空导弹 试图击落这架飞机 但发现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扬长而去 只留下后面 实在是追不上的空空导弹 无奈自曝 正是在对苏联的 这架超级战斗机的震惊中 美国人开始了新型战斗机的设计 在短短5年内 就服役了F15战斗机 为了抗衡架向敌米格25 F15使用两台普惠F100 强大的推力使其可以以超过音速的速度 进行垂直爬升 直线飞行速度超过2.5马赫 超高的推重比加上升力体积身 带来了优秀的机动性能 这一点为后面的事故幸存起到了关键作用 几年后 别兰科中友的叛逃 彻底打破了米格25的神话 突然之间 F15发现自己被忽悠成了一个 拔箭四顾心茫然的无敌高手 开始不断在中东战场的实战中吞噬对手 1979年以色列飞行员驾驶F15首开战果 从那之后 乙军利用F15揭露了60多架地机 正是利用熟练的飞行技巧 才造就了1983年夏天这个传奇故事 当时乙军飞行员泽维·奈迪维和飞行教官耶瓦尔加尔 驾驶F15D参加内盖夫沙漠上空的对抗性演习 以测试新型F15D 在面对数量占据优势的老式战机时的空战优势 两架F15D负责防卫机场 四架老式的A4N天鹰战斗机负责进攻 驾驶F15D的则为奈迪维担任掌机 他虽然作战经验丰富 但仍然熟悉如何驾驶这架新型战斗机 耶瓦尔加尔在后座担任飞行教官 演习开始后 天鹰和鹰立刻呼啸着各自抢占位置 维号为374的A4N天鹰抓住战机 钉上了奈迪维的辽机 但那架天鹰飞行员不知道的是 奈迪维的957号F15D正位于它的后方高处 天鹰飞行员在试图锁定前面的F15时 大范围的机动动作一下子撞上了奈迪维的F15 在撞机的一瞬间 A4N瞬间解体 好在飞行员通过自动弹射座椅得以逃生 一切发生的太快 奈迪维只是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冲击力 撞向了自己的座机 飞机在失控的状态下 飞出了一条怪异的螺旋形轨迹 奈迪维并不知道机翼掉了一个 迅速开始重新连接机翼的控制面 没想到成功了 能够控制飞机恢复水平直飞状态 此时后座的教官马上下令准备跳伞 但奈迪维查看仪表 认为只是出了一点小状况而已 不应该气机 奈迪维虽然是学员 但隔不住他的军衔更高 后座的加尔也只好听他的 从一根不断涌出的燃料物 像墙一样挡住了他俩的视线 他俩其实都不知道他们的F15只剩下一侧机翼 但凡知道也就跳伞气机了 靠一个机翼是不可能正常飞行的 飞机突然又一次开始向右螺旋下降 关键时刻奈迪维尝试推了下油门杆 点燃了加力燃烧器 他竟然成功通过增加飞行速度 又一次控制住了飞机 随着情况的稳定 奈迪维驾驶着这架独臂飞机 向16公里外的简易机场飞去 为了控制飞机 他不得不开着加力保持高速飞行 很快就飞到了机场上空 可当他一降低速度准备降落 飞机就进入了致命的尾旋状态 只得重新加速重新控制飞机 油表已经归零 奈迪维不得不以481公里每小时的高速 强行降落在跑道上 而标准降落速度是240公里每小时左右 足足快了两倍多 由于速度太快 着陆沟从机身上放下来的时候 瞬间被扯断 在滑行的相当长一段距离后 终于成功在紧急回收往前10米处停住了战机 当奈迪维打开舱盖 回头和教官握手时才发现 右边的机翼不见了 果然是无知者无畏 要是他早发现了这事儿 就没有今天的短片了 更神奇的是 两个月后这架975号F15D 再换上一个新机翼后重新飞上了天空 两年后还击落了一架叙利亚的米格23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事后难以置信的麦导公司 详细考察了事故经过 分析的结论是F15的机身很宽 如果飞的够快的话 其实根本不需要机翼 利大专飞 他们还真是净说大实话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看统工作室 亲爱的家人们 别忘了帮我们点点赞 我们下期见